出发特警队以优势警力陆续逮捕局提事案嫌犯 去年因为在五星级酒店高调炫富举办春酒 成为警方重点清查对象的黑帮组织 专业小组扩大搜证发现 担任该帮派板桥组组长的灵性嫌犯与同伙社局拉拢富二代 并以假投资炸毒等方式逼迫被害人签订3000万本票及借据 甚至还制导致演警匪追逐 栽账被害人持有大量毒品 用以要挟被害人家属支付费用来免除刑责 刑事局方面进一步说明黑帮分子如何设局诈骗 要挟富二代 被害人是先遭犯贤行动控制 然后他们将同一台车开到一个停车场 那开到停车场后随后就有两名假冒刑警的人 尾随 直接下车表明说他们是某某单位的刑警 然后并表示说有借货线报有毒品交易 然后请他们打开车厢这样子 那火同的范贤 因为已经套跑着了 所以就现场逃跑 然后假装演一出收补的过程 那他们事后打开后也确实发现有大量的毒品 假的毒品在车厢后面 然后并假装制作搜索扣押笔录取信被害人 警方除了在各处查扣现金 名表及豪车等证物 还会同台北市政府相关局处 到该帮派依附据点的餐酒馆 进行搜索及联合机查 警方已经将全案依涉嫌组织犯罪 恐吓取材 妨碍自由及诈欺等罪嫌 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 记者张旗潭台北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